本节目由牛拜网赞助播出 欢迎收听由中勋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在美墨边境最近这一段时间 聚集了不少的来自于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 他们都是在等着昨天深夜11点59分 或者说今天凌晨 第42法典就是在疫情期间 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禁止入境申请庇护的这些人 保护法典就要结束了 这样一来的话 这些人就认为说他们有机会进入到美国来申请庇护 那么在进入美国申请庇护这段期间 就可以留在美国至少可以碰碰自己的运气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你进到美国来以后 什么样的人可能可以进来 可以等候 什么样的人可能就进不来 进来以后是怎么个情况 以及如果进不来被逮捕的话 是不是可以还是像以前一样快速的给驱逐出境 这个翻译成42法典啊 对我看好像有很多的翻译 我觉得可能42条吧 第42条 对 42条可能听着还柔软一点 但是呢这个是一个铺天盖地的报道 我不相信关注任何的新闻 不管是左派右派会逃得过这个报道 因为美国边界呢 我们有一个军事的词汇啊 就是集结了大量的这样的中央美洲的无证移民 现在也不让叫非法移民了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在跟大家讲解什么是42条 以及拜登的政策和之前川普的42条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在那个边界 这些人他是怎么跨过来的 这些人他们是从哪些国家来的 这些国家人他们是个人还是家庭 他们具体就哪一些情况和美国的设施 就是收容他们的设施 墨西哥收容他们的设施 种种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这个话题呢 我们会慢慢的跟大家展开 但之前呢 可能先要讲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就是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留意下面的一种情绪 这种情绪就叫做仇恨 因为这些人他们必须得承认 百万也好十万也好 绝大多数他们应该不是罪犯 这个是没有争议的 他们是躲避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情 那个国家变成这个样子 一会儿跟大家讲 有一个国家四分之一的人都跑了 一个国家变成这个样子 你这个国家本身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整个这个过程是叫谁知过 是谁要负责 这个我们在一点点的讲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这些集结在这些地方的人 他们可能破衣烂山 他们可能在满脚都是泥在试图跨越一些沼泽地等等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能宣扬或者带有任何仇恨的情绪 这种仇恨的情绪 就是导致有一些超级的蠢人 他们开着越野车冲向这些不认识的人 这个人就这些人不是就吃饭公过汽车站呢 对 他会带有多大的仇恨呢 他要跟这些人同归于尽 因为他知道这个车撞上去他也完了 他后半辈子也就蹲在监狱里头 这些人他并不认识 这些人没抢他的东西 没有伤害他的家人 但是他要采取这么激烈的行动 包括对于一些无家可归人的仇恨 对于亚裔传统的亚裔的人士的仇恨 那些莫无其妙的人走在江上的 在地铁里面被人打的这些 都是什么 都是由仇恨所致 对于同性恋者跨性别人的仇恨 都是什么 就是他对这些人不认识 但是呢 他有一个叫做 对某一个群体的仇恨 我不需要认识你 我不需要知道你的背景 但是只要你属于这一个群体 比如说叫做非法移民 我立刻就另眼相待 立刻对你失去所有的尊重 对你的容忍降为零 政策归政策 该拦截就拦截 该遣送就遣送 但这个呢 都会我们会谈到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留意一些人的这方面的心态 因为我们还在另一个角度必须得承认 不管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很有钱的社会地位上面 还是正在生活中挣扎 我们都是相当的幸运的 就相比这些人 所以呢 在展开这个话题之前 我们就是一定要 不管是对无家可归的人 还是对强调一下 对这些非法移民或者无证移民 我们都要是要带一个态度 就是问题要解决 但是不得仇恨 这话说到这儿是有原因的 一方面开着越野车 那个德克萨斯的那个人冲向前 另外一方面 我们在华人的民间 也听到了一些这种反应 就是带着相当强烈的厌倦 和相当强烈的愤怒 看待的以上这些族群的人 当然不不靠亚裔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看 这个42条是什么东西 以及这些人 他们抱着什么样的希望 或者是谁误导了他们 对吧 对 其实呢 他们来啊 其实每个人都有 他自己的这个原因 你可以想象的出来 这些人呢 都是几乎都是贫穷的人 几乎都是这个带着孩子 有的是带着孩子 有的是单人一个人来 然后就等于长途跋涉啊 他们不是坐飞机来的这群人 那就是长途跋涉 那个吃尽了千辛万苦 来到边境 然后进到美国以后 他也不违法 他也不跑 进到美国来以后 就向移民局自首了 就说我来自于哪儿哪儿 然后我申请这个政治庇护 然后就关起来了 就关到这个 比如说移民中心啊 处理中心啊 然后就等候法庭看看 能不能给他们一些 就是听他们的申辩吧 看看 因为这些人 你想啊 在中南美洲 如果家里边 但凡能过得去的话 能吃得饱 穿得暖的话 孩子受教育 有一个前途 或者是哪怕这个前途 非常的暗淡 但是至少有一个前途的话 谁愿意这个 脱家带口的 这个冒着生命危险 跑到边境来 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啊 所以这些人 你看啊 他们的国家 首先过去的这个三年的疫情 对整个拉丁美洲的影响 中南美洲的影响 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再加上最近的这个经济的衰退 好所以呢 等于是过去这三十年来 这些国家 所有的努力 要消除极端贫困的这个努力 全部消失掉了 全部又被 退回到三十年前了 这个整个的情况 然后有的国家是这个失业率极高 所以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这个俄乌的战争啊 导致的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俄乌战争一打起来 除了通货膨胀以外 对南美洲更加有影响 中南美洲有影响的 就是那个粮食和化肥的通道给堵住了 所以呢 在这些国家 粮食的价格飙升的非常的严重 所以很多人那些移民 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在说了 尤其是带着孩子来的这些人都说了 我在家里都吃不饱啊 有的时候我必须要饿一顿肚子 这样的话才能省下来的粮食 给我两个孩子吃啊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拖家带口的跑到这个边境来的 那么再加上呢 走私集团也好 还有一些这个移民也好 在传播力非常强的社群媒体当中呢 也大肆在说 这个第42条啊 结束了 等于是美国边境开放了 您如果想要来美国的话 现在是绝好的时机 来了以后 他就不能把你遣送出去了 你就可以留在美国了 于是呢 一传十十传百这些人呢 就呼呼啦啦的 变卖了家里头所有的东西以后 就踏上了这个 要移民美国的这条坚信的路了 那我们就说一下这42条是什么东西 用最简单的一句话 超过20个字就可以告诉你 就是 疫情 让政府可以快速驱逐移民 完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意思 这是在川普任内的时候呢 正好赶上了疫情 所以他紧急的制定了一个边境的政策 什么叫做快速驱逐 就是过去呢 是你进来 关起来 然后一个一个的找律师 咱们面前没有 现在 不许进 不管你是真的政治迫害 假的政治迫害 不管你怎么样 先过边带去 到墨西哥 就是拦截在外面了 这样的话呢 边境的巡逻人员和管理人员呢 他们因为为了防止病情的传播嘛 就可以这样做 就是不问了 你只要抓住 马上先回去 不像过去先关起来 或者我不关了 我这没地方回去 所以这个就是42条 那么42条呢 在昨天刚才讲过的 晚上的11点59分呢 就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呢 其实并不是那一秒钟 而是之前 不知道几个礼拜以前就等着了 因为他们知道啊 5月11号 或者说5月10号 这一个日期的重要性 他们知道 所以早都等在那了 那么等在那的时候呢 他们得到的信息是 什么叫做42条结束 42条结束的意思 就是快速遣返结束 那么既然快速遣返结束 不就意味着我可以进来吗 而这边的拘留中心 圆满为患 所以采取什么办法 就是先把你放在美国的国内 先让你跟你这边的担保 或者什么家人 先在那住着去 我跟你脚上带一个 什么卫星跟踪器 得到这样的消息以后 谁不过来呀 对不对 那只要让我先进来的话 那至少我就进来了 但是 这个下面就有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 他们在传播一个消息 说拜登啊 开放了国境 对不对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 Majorcas 他已经正式宣布 他说我们的边境没有开放 其实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什么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拜登 在遣返和拦截这些方面 比川普叫有过之而无不及 原因是这样的 他们推出了一个 或者说一系列新的政策 这些新的政策呢 并没有广泛的在老百姓当中传递 也没有被主流媒体广泛的报道 但实际上做到的呢 就是在拦截这些人方面 比42条还要严格 在过去42条有效期之内 2020年3月份吧 开始实施以来 到就是今天凌晨结束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呢 美国一共遣返了 就是在边境拦截或者逮捕了以后 直接就遣返 驱逐出境的多少人呢 270万 也就是270万人 如果没有拦截的话 这些人就进到美国来了 应该是人次 人次 因为有的人可能两三次 两三次 对 就是270万人次 对 因为他这个42条实施的情况呢 就是说他不计 就是说你来一次 被驱逐出去以后呢 没有什么案底 也就是说他根本不去给你 记录就把你给驱逐出去了 所以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后果 于是就是有人呢 驱逐一次 我过几天又过来了 又过来抓住了 再驱逐 驱逐以后再来 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270万人次 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但是呢 还是有陆陆续续的人呢 逐渐的进到美国来 现在呢 进美国来的人呢 也是分两拨 分两种处理的方式 一种处理方式呢 就是走正常的驱逐的程序 那这种正常的驱逐程序呢 大部分是留给那些 全家移民 带着儿童 跑到美国来的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呢 的待遇可能稍微好一点 所以呢 他们可以留在美国 等候出庭 在这个移民法庭出庭 然后申诉他们 申请庇护的理由 给法官听 那么这些人在美国呢 等待的时间 有可能是几个月 有可能是几年 这个现在积押的案子 实在太多 要求庇护的人实在太多 所以呢 这个在这段期间 留在美国等候的期间 这些人是可以合法的留在美国 甚至可以合法的工作 这是一部分人 另外一部分人是单身的 成年的这个无证移民 进入到美国来 以后呢 美国现在还是可以快速的 把他们驱逐出去 把他们送到墨西哥 到了墨西哥以后呢 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就是墨西哥 接受他们的这个申请庇护 可是问题是这些中南美洲来的人 他们想来是到美国庇护 他不是想要留在墨西哥啊 所以呢 他到了墨西哥以后 可以申请庇护 但是这些人不愿意 所以呢 这是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呢 我看今天早上的报道是说 墨西哥他也是有选择的 就是接收美国踢出去 就是驱逐的这些人的 有一些国家的 他还不接收呢 所以不接收的这些人 美国就没有办法退到墨西哥去 于是美国还要专门安排 班机呀包机呀 把从这些国家来的移民 给送回去 这个呢就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而且代价也比较高 同时呢 那些国家的政府 还不接收这些遣返移民的包机 是他自己国家的人 自己的国家政府 他不接收 你跑出去想移民 你再想被人家驱逐了再回来 我不要你 不接收你 所以这个里头呢 还有一些这个扯皮的事 他干脆就是不让那飞机降落 对 他是这样的 因为你降落了 你这人 我就得挂了 对对 人已经从飞机上下来了 那你就在飞机场坐着呀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情况还是相当复杂的 那等一会呢 我们再看几个国家的具体情况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美墨边境的 这个无证移民的问题 非法移民的问题 现在呢 已经等于是冲击了整个的美国 这个美国的政界 现在对这个事情呢 是这个争论的非常的激烈 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呢 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截然不同的一些看法和一些做法的 在刚才说过了 过去的三年里边 因为42条的这个有效期之内呢 所以有270万人次的移民呢 就等于是被挡在美国的国境之外了 大部分的人就回到墨西哥去 甚至还有一部分人 看看没有希望就回到自己国家去了 但是也有差不多180万人进入到美国 现在呢 就在美国的移民的这个体制 就是整个的这个系统当中 所以等候移民法庭开庭的日期 然后看看他们的移民的这个申请 是不是可以获得批准 如果可以获得批准的话 当然就可以留在美国 但是这个是有限期的 新的政策现在规定的是 好像有一些 如果合法的情况进入到美国来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美国 比如说是待两年还是三年 根据各种情况的不一样 可以合法的工作呀什么的 然后逐渐的来申请移民 现在呢就开了一扇门 就是说在过去这一两年里边 你非法进到美国来的人呢 现在也可以提出你的庇护的申请 但是这扇门在以后 新的政策就是 这个拜登不是在今年一月份 提出了新的这个移民政策嘛 在新的移民政策生效之后 这扇门就关了 也就是说以后你非法进到美国来 以后您将终生失去 这个可以合法申请进入美国 成为美国这个绿卡持有者的 这个机会和资格 那我们看一看 拜登的这些新的政策是多么的狠 首先呢按照过去的规定 一个人他要申请庇护的话 要面谈他必须找律师 找律师的时间是48小时 那拜登政府呢 把这个48小时砍为24小时 也就是消了一半 如果在24小时之内 你没有找到律师 立刻递解出境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如果你说 哎呀我有点困难 我有个特别具体的困难 那我提出来 所以呢我想要改换日期 那么这一个审查呢 是非常的严厉 也就是说你这个审查 要求改日期这个 多数的情况下 不会被批准 而且不但不会被批准 立刻遣返 所以现在呢有一些批评 现在任政府的人说 叫做拜登政府 不择手段快驱移民 有这么一个说法 再回到刚才说的家庭 关于家庭呢 这有一个叫家庭快速缔解 或者迁移管理计划 这个管理计划也是这样 就是如果发现 整体的一个家庭 大人孩子都有问题 在申请过程中 不符合政府的一些规定的话 立刻遣返 那么说到家庭 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 大家可能要是关注这个 在YouTube 或者在什么一些网站上 可以看到 这些人所谓的家庭 他是怎么过来的 那个托家带口的情况 非常的惨 婴儿啊就过来了 怀里抱着 你知道他怎么过河吗 他是把一个行李箱打开 然后把那个婴儿 放在行李箱上面 作为一个临时的 这么一个婴儿床 再拿头顶着往前走 其况甚惨啊 不要忘了 混在这些人里面的 有将一万个中国人吧 以前看到的五千 现在已经增加了很多了 有大量的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 他们千辛万苦绕到 来到了墨西哥 来到了美墨边境 想走路这么走过来 他们就属于那个自首的人 就是快快快 我根本不用多多藏藏藏什么黑天什么的 大白大白赶紧来抓我 他们混在这儿 那说到这儿我们就看到这网上这位朋友的留言 他说大量的中国人走线 我们才学会这个叫走线 就是偷渡 偷渡这叫走线 对 大量的中国人走线 有的在国内是老师 许多工作和收入都不差 学家大口都过来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答案 所谓本身就是答案 就是我现在就反问是为什么呢 不管你是千万富翁 还是一个普通的餐厅的一个劳工 你说为什么呢 过来对不对 这个答案就有了嘛 因为每一个人都肯定能说出为什么嘛 对不对 就是不管你的社会地方什么 你一定是我在国内不愁吃不愁穿 为什么要过来 因为那你就甜吧 对不对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但是呢 相信大部分这些人 基本上在国内也都是属于比较 要不就是工作没有太多的保证 要么就是收入比较低的人 大概也是 但是有钱人也不少啊 对 有钱人他就不从这条路跑了 当然了 他就可以坐飞机直接的进来了 我的意思说 你就是为什么要离开你的国家 到另一个国家去 对不对 先不管怎么来的 你为什么离开那个国家 对 那现在呢 美国这个新的政策里边呢 还有开辟了一个新的通道 就是人道主义的庇护 这个人道主义庇护呢 基本上是给这么几个国家的 好像四个国家有这方面的 就是特殊的待遇 一个是古巴 一个是海地 一个是委内瑞拉 还有一个呢 叫做尼加拉瓜 这四个国家 不晓得为什么 其他的中南美洲的国家 那基本上都不符合这个资格 当然还有两个国家例外 一个是乌克兰 一个是阿富汗 这两个国家 也是属于可以申请 叫做人道主义庇护的 所以有些人来到这以后呢 就可以申请这个 但是这个人道主义的庇护呢 它是有名额的限制的 每个月三万人 超过就满了三万人以后 它就关闭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情况 再有一个情况就是 你在美国有亲朋好友来赞助你 跟没有担保人 情况又不一样 有人在担保你的话 这个就比较容易 比如说他可以 在你等候期间 给你提供吃和住的地方 可以买机票给你从那过来 那这些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呢 对你申请不管什么样的庇护 都是有好处的 对你刚才说的那几个国家 这还有意思了 就是刚才说的 我们昨天呢 其实我确确实 应该今天早上 我看到呢 美国的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 有一个213 213页的 叫做新的关于边界管理的一个 是最后投票呢 是219票 对213票 其中有两个共和党人呢 判离自己的阵营 加入到民主党阵营当中去 但是还是没有通过 以共和党多数呢 通过这个213页的 新的入境法案 这里面就包括重新建墙 当然 这部分可能还有参议院呢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就把拜登的 之前的一个政策推翻了 拜登的之前的一个政策呢 是海地 委内瑞拉 尼加拉瓜 和古巴 这个地方 他们合法进来的呢 他有两年的时间 是可以合法工作的 他可以拿到一个工作 这个被推翻了 也就是你带在这儿可以 当然不能工作 这个是这个219票的 213票的一个结果 那么说到这儿呢 咱们就说一下 委内瑞拉这个国家 四分之一的人跑了 720万 这叫什么国家呀 就是每四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走了 而且是那种 就背着包啊 就这么走了 没错 这个国家是出了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哥伦比亚也是这样 哥伦比亚的失业率 达到了史无前 就创纪录的这样的失业 就肯定呢 很多人是出于经济的原因 他们要离开这个国家 包括尼加拉拐 刚才说的巴西 巴西也是这样 也跑 巴西离美国多远呢 对不对 到处都有跑的 我看那个一个资料是 就是在这次渡过这个边境 进入到美国来的 28岁的一个 Anna Anna Comas 她就是 她是个女的 她带着俩孩子 还有她的 这个老公 一起 就进入到美国来 她也是在 在委内瑞拉 她是一个药房助理 在那儿呢 只有 能赚到钱 一个月 只有100块钱 所以呢 她根本没有办法 养家糊口 所以呢 就带着孩子 听 已经来到美国的 委内瑞拉人说 你来到美国以后 是有机会留下来的 所以呢 她就听了这个话以后 然后就 邪家带口就来了 度过了那个 就是美国边境 在德克萨斯州的 这个那条河 过来以后呢 这个马上就 边境巡逻的人 就把她拦下来了 但一听 她是委内瑞拉来的 再看 再看她还带着俩孩子 五岁六岁的孩子 所以呢 就等于是让她进来了 进来以后 在美国 在等候出庭的时间 所以现在她已经 到了这个 好像是到了纽约 纽约了 在纽约的收容中心里边 在等候这个出庭呢 她本身就说了 她说当初 我来的时候的目标 是进入到美国 现在进入到美国之后呢 又有新的目标了 就是 能够合法的留下来 能够工作 能够给我的孩子 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们下期再见